今天是除夕 社长在这里祝大家虎年吉祥 虎气冲天 好了可以看到小菊跳管道了 他应该是个工程师 熟悉社长的操作应该都知道 社长经常喜欢在食堂刀人 开局在食堂刀人 由于人多最不容易被发现 小青这个倒霉蛋又到了我们 然后他无了 我们可以躲到上面 小黄在这里做任务 淡定一点 他好像并没有注意到我们 就算他怀疑我们 我们也说什么也没看到 小A说在大厅右边的出口 小菊说自己是工程师 小绿也是工程师 我们说他们俩是工程师 刷一点存在感 小绿开局没有跳管道 灯会让他跳下管道 顺便问一下谁是科学家 小黑说他是科学家 这下有职业的呢 我们全部掌握了 把他们全部放在暗杀名单里 小黄突然问刚刚谁和他站在一起 既然他没有记住 我们就不要主动承认了 要怪呢就怪自己没看清 哎呀 对我把商量大门给关了 可以看到呢 小绿真跳风管了 他确实是个工程师 我突然觉得呢 每次开会后呢 立即关闭食堂大门 确实有一点突然时间的用处 这一开会关呢 就浪费了他们十秒时间 我们的刀音CD就减少了十秒 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建议推广这个方法 现在去反应队看看热闹 我们正好跟着这几个有职业的人 等会呢 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啊 队友跟过来了 就现在把绿色给刀了 哎呀 队友把门给关了 不过绿色卡进来了 赶紧把库房和佩天师的大门给关上 方知有其他人过来呀 来小绿来这边来 哎 我有个好东西给你看看呀 大门一开 立马给你瞧瞧 哎 这是个惊吓呀 快跑快跑 哇 这小黑过来了 难道他要报告了 哎 干得漂亮 队友果断把他给干掉了 非常nice呀 暗杀名额 一次性完成了两个 接下来呢 还有个小橘子了 队友没有像我们一样 躲进管道里 他去哪里了呢 希望不要被发现呀 这把刀了三个 三个内鬼通知发力 干得非常漂亮 接下来呢 再刀掉三个就可以了 小橘子说 在配电视的走廊 出门就发现了绿色 队友谎称 修完反应堆后呢 就往上面走了 小红和小橘在一起的 我们问下谁在监控 小蓝说 看到小黄一直在走廊里 跑来跑去的 看来他有点怀疑小黄 队友想把行李引到 报告者身上 怀疑自爆 但是是工程师报告的 硬钢是钢不过的 我觉得可以带一波节奏 把行李引到小黄的身上 还是老样子 队友又把大门给破坏了 为我们拖延一点时间 这队友的意思还是挺厉害的 还有一个小橘子没有被盗 找到小橘子 他在这呢 一打三打不过呀 三个船员在这 这谁给了小红一个保护罩 肉眼都能看出来 开始动手吧 首先破坏灯光 看他们几个会不会分开走 如果他们分开走了 我们就可以去刀人了 如果他们不分开 三个人一起抱团 我们再去刀人了 容易出问题啊 哎 后面的人怎么不下来了 回去看一看 只有一个小红吗 后面的人呢 小橘呢 找一找吧 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小橘 灯修好了是吧 把大门关一关 报告了 小白被刀了 队友小粉一直站在食堂 那就是小灰刀的呗 小蓝说小黄一直在那边走 明色说小黄肯定是直报 我们问一下小黄在哪啊 他说在右下角 对不起了小黄 我已经看出来了 你的队友非常想票你 我们就不得不赔一票了 小黄被票出去了 再刀一个人我们就赢了 也不用刀小橘了 刚刚如果对小红下手了 不知道能不能提前获得胜利 队友着急了破坏了反应堆 这怎么和上把一样呢 越到最后越着急呀 这刀完CD还有十几秒呢 够不够啊 我们还是老样子 待在餐厅里吧 以防有突发情况 许好了 赶紧关闭大门 坏了 让小红给装进来了 只要他不拍灯就没事了 这还有几秒了 应该够了 他一直贴着右边的门 这小脑瓜子在想什么呢 没想到吧 两个内鬼待在他的后面 幸亏他不知道呀 也可以安心的走了 这局的胜利呢 队友可是功不可摸呀 幸亏他反应机制 帮我解决掉了小黑 如果碰上了一个 不太聪明的队友 我们早就被票出去了